各位上午好 发布 前面交流 建立稳定的经济合作机制 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 优先讨论两岸共同市场问题 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 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 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 和台湾的一些 就是你所说的 极端的这样一些人事的接触 加入主席表示 也可以和他们进行接触 那么目的是经过接触 向他们介绍 我们有关的方针政策 进行这样一些沟通 希望他们能够正确地 看待和处理 两岸关系中的有关问题 我们也希望 两岸的相关的行业组织 能够尽快地处理 避免双重征税的 这样一个问题 来进行接触和交换意见 来达成共识 以保护保障台商的正当的权益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湾财政中央 今年起 将会展开一个 广大同胞 两岸民众喜欢的事情 在台湾却有 台湾当局的少数人 却不喜欢 那么少数人的不喜欢 采取的一些办法 可能会让 广大的民众 而不喜欢 关于大陆这个熊猫 能不能来台湾 4月4号台湾方面会有决定 把琴烧掉 把这个鸡香鸟 煮了吃掉 这是很粗暴的 大熊猫这件事情上 我们不希望看到 这样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不能让两岸同胞的 这样一份美好的感情 被粗暴地践踏 现在正式三续月份的春天 我们想了解 文章主席的福建循宫